大部份人没有用辅助手之后 那个波就会,阿豪站在中间 就会由这儿射向这儿 就是因为这边肩膀升起 这边肩膀并没有升起 看着,当你这边肩膀升起 你就直回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阿豪今天选择的一个 刚巧我都在我本身选择的题材里面 因为前段看了很多网友的投篮姿势之后 发觉通常都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辅助手,在投篮方面 你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怎么举起 是,不知道怎么举起 很多人帮你解答 不懂举起 是男性听到都有些担心 好了,尴尬吧 我觉得很好笑 好,我今天就帮你解决这个 举不起的问题 好了,我们今天就会说 那个辅助手 如何解决辅助手举不起的问题 阿豪说 左手举不起的问题 虽然很好笑 不要笑 不要笑 首先代表他对 对是什么呢 有很多人没有想过 会用辅助手举起球 他们会直接用主力手 反起球 你记住 如果你是右手投篮 假设我是右手投篮 你右手的话 你投篮的时候 你不会用右手举 你用右手就是反的 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你没有用左手 如果你全用右手的话 你会自然用手指爪球 我说过合球的时候 我们是哪两点合球 这里和这里 所以你一没有这只手 他一定会跌 对不对 但是有很多人投篮 以前的2Motion就是 我们要用手指爪球 对不对 我没有都不跌 用尽力爪 他会抓住 用手指爪球 所以他用右手 拿着球 这个动作 就会反的 明白吗 你用右手拿着球 你自然就用右手 反起球 就不会用左手举起球 如果你会左手举起球 就是因为你右手的手腕 你控制着球 所以你现在不能再反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爪力 所以你就要用左手举 那为什么左手举不起呢 重点就是不协调的问题 都是出在这里 就是你这里的力量 比这里的力量强很多 所以你会形成一个不同步 即是我这里用力的时候 这里未用力 或者这么说 我这里用一点力 就是这里要用大大力 当你越用大力的时候 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法力 虽然那个是很微小很微小的力 但是现在的重点是 你的法力感觉很少 如果你有练一下其他 那些core训练 你会明白的 有时候你要抵高这只脚 就这样抵高这只脚 有些人是抵不高的 他只会把脚来到这里 这个就是 你是不是说你的肌肉真的很没力 不是 你没有去到这里的法力感 例如臀部肌肉 如果你练得熟的话 你是逐边法力都可以 两个一起也可以 一二一二都可以 但是我现在叫你法力 都可以 但是我叫你逐边逐边 逐边逐边 首先我们所有肌肉都是 有一部分是换细 臀部肌肉我都刻意去换细 当我断了第一次脚 在做物理治疗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换细 我这个臀部肌肉 换细他的法力 才能用到他的力量 今天我们这样解决 头揽附助手 法力持钝的问题 我们解决附助手法力持钝的问题 首先令到他要发力先 好了 很简单一个方法 折 五只手指 折 折 左手 先折一百次 累不累 很快累的 其实你折的时候 就是在训练着碗力 不是手指力 是碗力 我们现在在训练碗的力量 好 停 你们可以先 每一天练习一百次 这个可以训练你的法力感和碗力 接着 在折的时候 你要很认真地射球 这个就是我们在要头揽的动作里面 增强左手的法力感 左手折 右手头揽 左手折 右手头揽 左手折 右手头揽 通常这个时间 就会开始有抽筋的现象出现 不晓筋了 开始 真的要射 你真的要射 对了 对了 开始抽筋了 对了 对了 所谓的不协调在这里会走出来的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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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对了 折折折 你刚刚说喉有点变了什么 拍拍拍 拍就是这里的力量 折就是碗力量 我们要折住 很自然的 折住 押头揽 肩头揽 折住 押头揽 明白吗 明白吗 好 停 去到现在 你应该是累的 是吧 通常我们做分多钟 你会很累 但是你看我 一来我没有做分多钟 我都会累的 但是你会看我很自然 好像没有东西 这个就是你 有没有用到辅助手 记住在我们的头揽过程 辅助手 是我们的方向控制器 记住 你打机 左手是控制 紧的 右手呢 力量 紧的 其实这个世界上 差不多所有东西都是紧的 你开车也是的 手控制方向 脚 就会控制力量的 你其实做什么 都很少会 不用一只手 就是这样一只手做 他给你两只手 就是要你两只手 一起去完成一件工作 没理由罚你单手的 所以以前我们学头揽 他说辅助手 只需轻轻的扶着 我是从小到大都存在一定的疑问 就是他第一次有人跟我说 我都问他 那为什么有两只手不用 另外一只手呢 就是我真的都会这样 结果有没有人答过你 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没有 你很乖 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都没有 你们真的乖 我一听到就问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用呢 你不会问的吗 应该要问 为什么不用呢 我今天跟你说 稍后你左手 轻轻力扶 你射球 不要用力 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就会问 神经病 你怎么说针对我 你现在是不是针对我 我们记住 左手是控制我们的方向 因为呢 你要记住一样东西 当你右手伸直的时候 你右边的肌肉 我假设你的主力手是右手 就是左手的话 你左右反转 你右边的肌肉 必然是向这边 因为这边肌肉 一定比这边肌肉 整个身体 所以你一定是一个交叉法力的状态 交叉法力就是 左脚是重心脚 右手法力 右脚重心脚 左手法力 所以 在一个交叉状态的法力之下 它是这样的法力 所以这只手一伸直 就会往这边推 明白吗? 就会往左 你一发力 就会往左 所以我们 大部分人 没有用辅助手之后 那个球 就会 阿豪站正中间 就会 由这里 射向这里 就是因为 这边肩膀升起 这边肩膀并没有升起 看着 当你 这边肩膀升起 你就直回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因为你们记住了左手只需轻轻的扶着 因为你们记住 射球是单手 你单手就会变成这样 真心说不要再压自己 射球没有可能单手 你有两只手 你就不会单手 你吃饭 你用双手 左手握碗 右手握筷子 你去吃西餐 左手握叉 右手握刀 你一定要用我们双手 所以记住 我们左手控制我们的方向 左手指着哪里 的边 最左边 最左边 为什么 没错了 因为你的步 其实是差不多阔 左手左脚 直线 指着宽的左边 当你核心一压的时候 你这个人就会对着宽中间 你射球就会直 清楚吗 好了 那我们开始一个投篮练习了 准备射球了 两个球 左手握住 右手握 你会看到抽筋的现象开始又出现 一开始的时候近一点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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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近的大针 对了 一球 好 进了一球 退下一步 停停停 看到豪抽筋 对不对 他在这里挡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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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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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像田鸡一樣 練習會令你順暢很多 你一開始做 你真的會像我們一樣抽筋 我只不過離開抽筋階段 我都是一開始 一樣的 下不了碗 下不了碗 左手手指折的時候 右手手指折 手腕 就是這樣 再退後 折折折 記住 入球 純粹是訓練完結的途徑 你是不是入球 不太重要 我們真的不是訓練 射不射得入 我不是考你 我重點是訓練你現在這隻 off hand 輔助手的法力感覺 你要記住 我們要訓練到怎樣 這樣呢 摘 放鬆 壓 照射球的 我呢 訓練到很自然的 你的左手才會控制到 才會控制到你的真正你的頭籃 明白嗎 我們待會兒 你會看到 阿豪呢 他怎樣呢 可以射球 會準很多 你保持著擠就行 其實是訓練的 你覺得我是不是好像很簡單 我只不過很努力 我們都訓練了差不多十分鐘 你試一下左手 怎樣可以令到你的頭籃更加穩定 好了 那今次呢 我撿球了 你試一下 你現在呢 啟動了你的左手 換醒了你的左手 是不是好備 你試一下射球 你整個人身體 左手法力感 會強很多 你這隻手 這邊肩膀 就不會縮了 歪向這邊 兩個肩膀要平的 兩隻手往上 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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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是先伸直 右手follow 是左手右手 因為是左手舉球 所以我們是左手 舉到上眉心 右手 頭籃 下拉手腕 好來試一下射 對 左手 再來排隊射 對 自己撿而已 對 好 直很多 再來 對 差一點 左手 發不了力 對 好 CM很準 再來 左手 好 還沒拿好 還沒拿好的球 再來 好 好 停一停 阿豪現在有一個問題 也是大家經常出現的問題 拿球 向著鏡頭 剛剛射 準備射 好停 看著 看著 現在這個就是阿馬馬豪的姿勢 右手 加拿大的角度 打開了這裡 左手 接近沒有 你現在這裡 壓住左 左低 右高 對 對 你要打開 所以我說過 擺出一點都會 但是其實也不用過出 因為你的手肘已經在外面了 重點是 你這裡並沒有舉高 明白嗎 我們這裡要打開 可以嗎 放出氣體的攻擊 不明白了 知道你 不明白了 臭狐 打開 明白嗎 所以 記住 壓 左手 輕輕低一點 記住 球在核心位置 記住 打開 對 左手舉 記住 打開 左手上舉 打開 對 Good Good shot CM不停進了 對 打開好很多 是不是 你一球一打開 舒服多少 這裡一打開 你就會相信 記住 這個 也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明白嗎 這裡 不要夾著 打開 射球 再來射多兩球 會不會豪胎 通常CM這個時候 嘩 不停進 嘩自己都害怕 來一球看看是否有 CM時間了 看你行不行 看不見到 你看到他們 慢慢會越來越 射多兩球 繼續 繼續射 對了 嘩 CM第五球 不行 有一點 其實整個動作 是滑的 是不是有一天 終於CM比你更準 你生氣呢 生氣 阿豪 是不是生氣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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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完